念佛无魔事 为什么讨论这个呢 因为有的人就说 这一般都是修圣道门的 他说你见了佛来见你了 你怎么知道这是佛呢 这万一要是魔怎么办 当然这也是 不通道理的人 他有这样的疑惑 要知道修行其他的法门 他是有可能招魔的 那么念佛法门是不可能招魔的 因为佛和魔它是一个 势不两立的 什么是魔呢 在佛经里边 一切障碍佛道因缘的因素 都称为魔 它是个中性词 一般来说有烦恼魔 五音魔 这个死魔天魔 你烦恼会障碍你的菩提 影响你修行 成为魔 那我们哪个没有烦恼 我们像魔气都很重 你看发脾气 塞盘子 挂拉炒 找魔了 怕说别人找了魔 我们都说魔气很重的 弹道魔 五音魔 就是射受响心时 这五音不能通达 不能透过 被它所捆腹 那我们哪一个没有呢 还有死魔 人一死 无常一道来 你再怎么修行 像灰灶泡一样灭了 从头来 是死魔 谁能够 谁都有 再就是天魔 外魔 这个天魔外道 天魔 天魔一般人说老实话 你够他脚丫子够不着 他就不会 他看都不看你一眼 他以为天魔来干扰你 你就够不上资格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 这个七七四十九天 这时候是惊动了魔功 天魔才来 你看 这底下有菩萨修行 他就是 他来干扰了 你一到你我们有释迦牟尼佛 那个菩提树下 金刚做不起 那个功德定力吗 你根本就没有 所以一般人修行 天魔他的臂气都不看你 不要以为自己还有多大的 那个 说找了 那个一般人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力量 让我们来看 弥特尔解说 问 灵中佛现 灵宝非魔 灵中佛见了 怎么保证他一定是佛呢 他不是魔呢 答 修行人不做佛观 而佛护现 本非所欺 顾名魔是 这修行人如果不修 念佛法门 圣道门呢 他本来 圣道门他就说呢 一些法界空 对吧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诗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他本来修空观了 这时候突然见了佛了 这个就是所修所求 跟他修的两个是矛盾的 这个你当然 这是魔似 你修空观 这个佛来 那怎么去对峙他 那还是用空观 他就 这个魔就自然就 现象就灭了 那么念佛人不一样啊 念佛见佛也是相应 你念佛就是要求见佛 你见到了佛了 就是相应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魔 何况临终呢 非是至魔之时 何须疑虑 什么叫临终非至魔时呢 就临终这个时候 不是招感魔镜的时候 因为临终啊 四大分散 六十五主 这个你 你都是魔师 来障碍你 佛道姻缘的 这个时候 你自己都倒架子了 他用的招 他来 来障碍你吗 所以临终不是至魔的时候 那什么是至魔 就是你精进勇猛修行的时候 不管是或者是你正见有亏 那魔就是趁虚而入 或者呢 你有禅定力 激发到这个 动魔宫殿 那魔呢 受到惊恐 他就来跟你作战 这个时候呢 才精力很旺盛啊 修行非常得力 用功 精进勇猛的时候 才会招致魔的 要我们念佛 念佛嘛 他自然就跟魔两个就 就分开了 就像光明当中就没有黑暗 魔就代表暗 佛就代表光 你念佛 就在佛的光明当中 怎么会有魔呢 但是这个是靠他立法门 念佛 那么圣道法门就不一样 他自己修行 他在一个 本来就在靠自立 这样就有可能招感魔四 因为我们无量节以来 都有很多魔种 可是我们念佛法门 不是这样 联治大师 弥陀苏超说 念佛者 佛微神力 佛本愿力 大光明中 必无魔四 因为阿弥陀佛微神力照着 本愿力了护着 大光明 这个设施我们 所以没有魔四 尽念佛人 一身一佛 临终见佛 因果相伏 何得盖位魔四 跟前面小说一样的 因果相吻合的 怎么能说是魔呢 诱言 末世修行 多诸障难 一窥正见 即现群邪 这指圣道法门的修行 障碍很多 危险很大 你稍微 不具备政治正见 我们周围 其实魔 就好像这个潜水艇吧 下到 这个水下面 多少几千米下面 那个海底 这个潜水艇 密封要不要好啊 这个密封稍微有点不好 那个水擦就 就进去了 这个周围都是魔镜 那么你这个修行的人 所谓的亏正见 就是你这个密封都不好 你不能抵抗 这个魔的干扰 你稍微一亏 它叉 就沾进去了 这是靠自力修行 很困难 周围都被一些 魔的气氛 所团团围绕 所以陷落在群邪当中 也就是招了魔 彼佛愿力威神 如果基于净土法门 就没这回事 彼佛愿力威神 加辟行人 以这种大威神力 大功德力 护士我们 大光明中不遭魔事 能为互念 直至道场 直至道场的意思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成佛的意思 从现在发心互念 一直到你成佛 都不会有魔事的 经念佛者 以佛大愿设寿 大力矿持 威莫敢干 神不可测 虽有魔事 行将自消 所以圣道法门修行 有这样一窥正见 极限群邪 可是净土法门呢 因为靠佛的愿力 就在佛的身边 就在佛的旁边 那魔还去干扰了 那就麻烦了 我们念佛的人 你看他小鸡 那个小鸡啊 一遇到危险 就躲在那个老母鸡的翅膀下面 我们念佛的人 也等于躲在阿弥陀佛的袍子下面了 到这个地方 魔还给你拽走了 那阿弥陀佛也太没本事了 对不对 这样的佛也是 你还念他 他也保护不了你 你知道阿弥陀佛的夜下 就给他拽走了 勾走了 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个魔见到佛 他就像光 就像暗见到光一样 自然就没有了 为金云念佛之人 有四十里光明灼身 魔不能犯 以阿弥陀佛及十方佛 常互念故 你念佛的人身上 能放四十里的大光明 你呀 不得了 走哪去 一片通红啊 比西边的天空的彩霞还要红 这是阿弥陀佛的光 照在你身上的 所以这个魔 见到你 早就飞了六炮了 从今发心 直至道场 自始至终 极无不力 所以念学 念佛逢凶化极 遇难尘降 这个是很自自然然的 就像我们在黑暗当中打一个灯笼 对不对 你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光明的 这个暗遇到光 马上就破 所以遇难尘降 这个 风凶化极 风到黑暗就马上变为光明 遇到黑暗马上马上破除 很自然的 但是 然后 从 exist 暗遇到赌身